上個禮拜有講過了 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把它用什麼 用Word來轉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 乾脆我習慣直接開那個Word Word裡面 這也是同學常問的問題 就是說 我一個資料 怎麼樣可以先變成 在Esser裡面處理 其實一般遇到 假如說 不是表格的資料 我都建議你 先在Word裡面 做什麼事 把不是表格的資料 先變成表格 因為 你如果沒有變成表格 你就沒有辦法把它放在資料庫裡面 更不要說 先放在Esser裡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成語 變成 MySQL 可以用的資料的話 第一個我先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怎樣 把它直接拉到這個 Word裡面 幫我做處理 按確定 那裡面的話 我上禮拜講過 第一個先判斷一下它的欄位結構 1 2 3 4 5 所以這邊會有兩個空白欄 然後再來就是 成語解釋例句 所以我最快的方法就是Ctrl A 再用插入裡面 會有一個表格 表格裡面有一個叫文字轉表格 這個功能 其實非常好用 它可以幫你把 不是表格的資料 變成表格 不過特別注意 你還是要先給它規則 因為這個剛好它有規則 1 2 3 4 5 然後就1 2 3 4 5 都是有規則性的 如果不是 請你用Word 可以先處理過 其實像我很早以前也寫過Word VBA 其實Word裡面 如果你要處理非常複雜 像有些網路上抓下來的資料 尤其像處理大數據的東西 尤其像有些大數據的資料 它是沒有規則性的 它有一定的規則 但是規則不明確 那你怎麼辦呢 你就必須先用Word 以前還在Word裡面寫點程式 自動先把它 把它的規則先離出來 然後再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表格裡面的文字轉表格 假設我已經有理出來 它五欄 你就給它五欄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幫你轉成表格了 有沒有 你再往下找找看 看看有沒有OK 反正我就是 這一欄我就放成語 這一欄就放解釋 這一欄就放例句 那我先篩選完了 之後 第二步 放到Excel裡面 這個時候才可以放到Excel 你不能說 直接把那個剛剛成語 在Excel打開的話 那很麻煩 打開之後呢 它就會一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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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再把它轉成 Excel的表格 太難了 導步 先在Word裡面處理 各有各自的那個什麼 強項 OK 那這個部分 很多相關的練習 最後你轉完之後有沒有 請你怎麼樣 乾脆把它全選 或者選三欄 Ctrl C 開Excel Excel裡面呢 你就開一個新的 新的Excel好了 我們開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呢 把剛剛的這個三個欄位怎麼樣 把它貼過來 不過你要轉到那個 假設我這邊的話 把它新增一個 空白活躍布好了 好 這邊 Amen